黄蝎与美女过夜 黄蝎虽没这么突出 不过她的才智与能力 却是楚人有目共度的 作为战国的四公子之一 前妻黄蝎的才华 一直被纵横家张义 苏秦所遮挡 又因为黄蝎此时 侍奉的是楚情湘王 正在展示自己才能时 她的父亲楚怀王 却早已被张义 骗了团团转 想出人投地 黄蝎更是陷入了困境 索性 她的睿智与穷变能力 帮助了她 当秦国的战神 摆起大败韩国和魏国后 楚国危急了 将国都迁到尘后 为了保险器件 楚国派出了使者 黄蝎前去游说秦昭王 就在众人兜心会议冷时 她黄蝎一炮红了 她成功说服了秦昭王 保住了楚国一段时间的安定 在封为太父后 她追随太子去到了秦国做人制 不料 才过 几年 福庆襄王就并未了 温训后 关起情形 秦国这边却没有丝毫放太子雄回楚国的意思 这还了得 太子雄再不回去 楚国就将逆他人为楚王 这可急坏了黄蝎 立马就开启了自己那机制与胆气共存的大脑 活生生地靠拖出自己性命的决心 实现了太子雄与自己安全回楚国的计划 以一人之力成功挽回楚国的尊严 黄蝎这一举 楚国人民无一不钦佩 在三月后 太子雄顺利登基 而黄蝎和顺利成了楚国丞相 成为了战国时期 克克有名的四公子之一春申君 春申君在帮助楚国灭掉鲁国 实行一部分政策后 日子开始运发过的舒坦 在楚国日渐强盛之时 一件令所有楚国大臣不安的事情来了 太子雄自登基成为楚考炼王后 妃子不曾见断 可就是没有一个子嗣 赤克急坏了所有大臣 丞相黄蝎更是个解图安 一直寻死者 再找几个很能生育的美女 一日春申君 在家中等自己的门客礼员 当过了两人约好的时间后 春申君有些怒了 待春申君准备离去时 他礼员才来 春申君很是不满 于是问道 何事 始约至此 退约 齐王时时求臣之女帝 与妻时折隐 故失期 春申君当即就想到了 楚考列王还无子嗣 于是问道 凭人呼 退约 未也 春申君要求了与之相见 待礼员将自己的妹妹引荐后 春申君愣了 此女生的落落大方 碧月羞花 好一副天赐的好皮囊 直交的春申君忘了楚考列王 但晚即将其拥入帐中 与李渊妹妹相处一月有余后 经郎中查探 她已经有了身孕 春申君自然高兴 不料李渊妹妹去请求道 楚王之贵信君 虽兄弟不如也 亲君相处二十余年 而王无子 几百岁后将更立兄弟 则处更立君后 以各贵其故所亲 君永安的常有宠乎 春申君听后有些愣 她放开了搂住李渊妹妹的手 她没想到 此女竟有如此一番言论 元女帝渐转 则继续说道 君贵用事酒 多失礼于王兄弟 兄弟成立 或且极深 今谢自知有身孕 而沦莫之 安姓君未久 成以君之众而尽妾于楚王 王必姓妾 妾赖天有子男 则使君之子为王爷 楚国尽可得 属于身临不测之最乎 这一席话 当即击中了春申君心坎 自己的孩子日后能当上楚国国君 那别提任何楚王的宠幸有得比了 再者 为人臣者 自己也不能做事楚王无子嗣而不管 于是 考虑再三 便将元女帝推荐给了楚考猎王 几月过后 如李渊春申君所愿 生下以南英 楚考猎王喜当爹 这是黄蝎自雄变后的第二炮成功打响 此时的黄蝎有些飘飘然了 毕竟 自己的孩子马上要成为太子 然就在他担任宰相的第二十五个年头时 楚考猎王病重了 此时 有人劝黄蝎杀掉李渊 因为楚考猎王一死 深受重任 李渊 势必会杀黄蝎灭口 可此时的黄蝎飘飘然早已昏溃 乃一本正经的回绝道 李渊 若人也 不又善知 且又何至此 后十七日 楚考猎王族 事情却如开始劝解人描述的一样 李渊果先入 扶死尸于京门之内 春申君黄蝎入京门 正大摇大摆之际被斩了头 参考资料 一 司马千史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